前一段时间有关某位明星的父亲开口要5000万的视频传遍全网不过,经过网友们的层层筛选,觉得这位父亲的女儿是毛小彤虽然事情一直在发酵但是毛小彤从未回应过这件事,不过这位父亲大概是看事情没有什么起色,后又被曝出说要开记者会,干扰毛小彤的正常工作对于这件事情。 很多网友都看好毛小彤,毕竟一位父亲能把事情做到这种地步,看来她跟女儿的情分真的是少得可怜不过,也有网友爆出了毛小彤在北京上学的时候与父亲合影的照片,表示曾经妇女两个人感情深厚,如今却形同陌路而毛小彤与父亲的关系是否真的像网友描述的感情深厚呢? 那这就要从毛小彤母亲与父亲离婚,说起了句说在毛小彤两岁的时候,他与父亲走在回家的路上,因为父亲醉酒,晕晕乎乎的被伴了一下,起完后就忘了有毛小彤这个人。 那当时毛小彤被扔在了垃圾堆里,父亲回家之后母亲见没有毛小彤,跟随就质问父亲,后来是母亲把毛小彤找回来的,也是在这个时候毛小彤的母亲觉得这个人不负责任靠不住,果断离婚。 那以至于后来毛小彤发微博说,感谢妈妈把我从垃圾堆里捡出来,父母离婚的时候毛小彤才只有两岁,后来都是母亲自己一个人打拼,把毛小彤拉扯。 大最近对父亲这件事情,一直没有回应的毛小彤,参加了一个谈话节目,提到了自己的母亲她说自己是早产儿,当时母亲大着肚子还在做元宵卖元宵,后来撑着了导致她早产,而这时候父亲在哪里就不得而知了。 后来妈妈自己做过很多生意来维持这个家庭的经济,以至于毛小彤小时候上学中午晚上都是在学校旁边有人开设的专门照顾孩子的的方吃饭的她说妈妈卖过服装,开过饭店和美容院,还开过歌舞厅,这些都是那个时候娘俩的开支来源。 妈妈,对于毛小彤的教育和关爱也非常有远见,四岁开始学电子琴,八岁学习声乐钢琴,十二岁学习拉丁舞,十三岁考入北京专业院校,十七岁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毛小彤小时候。 非常不明白,妈妈不仅很少时间陪着自己而且还要自己学习这么多东西,别的小朋友在玩的时候她就是在学习课外班妈妈,只是告诉她长大你就知道了,这些都是你的财富。 毛小彤说妈妈一直是一个独立自强的女人,而两个人在相依依为命的生活中,也发生过一件让毛小彤瞬间成长起来的事情。 那时候毛小彤十四岁,妈妈在洗澡,洗了半天也不出来,毛小彤第一次去看,妈妈在随手洗衣服。 第二次去看的时候,妈妈煤气中毒了毛小彤,当时也没有慌乱,而是赶紧拨打120和给姥姥家打电话,救护车到了的时候,毛小彤才哭出来,医生抢救五个小时才从此身手中把妈妈救回来,而且毛小彤的妈妈从小就给毛小彤买保险,从小到大甚至到老的保险都有了。 毛小彤说着母亲的点点滴滴,有时候说到伤心事的时候忍不住泪流满面。 后来主持人让毛小彤对母亲说一句话,毛小彤特别自信地说,妈妈让育我长大,未来我要保护好妈妈。 毛小彤回忆着好多自己与妈妈相依依为命走过来的路,全程没有提到爸爸两个字,但是在他讲述自己与妈妈的经历的时候, 却句句都是讽刺,因为妈妈陪毛小彤经历的这些事情,父亲全部都不在场而得与毛小彤自己。 毕业之后,自己跑剧组,曾经因为一个角色,在剧组被绑着拍了三页的戏毛小彤因为新人出来乍到,也不太敢吭声。 直到最后厂物收拾道具的时候才发现他还被绑着,才赶紧给他松开毛小彤。 应该是继承了妈妈的独立和坚强,有什么难过的事情都会自己忍着,要不就是看着。 韩雪细微都说过他性格坚强,并不是外表看起来的那样柔弱毛小彤。 对于这件事情太有底气和自信了,虽然他没有表示出一点应战的姿态,还是一副自己的作风,忍,但从他的言语中就知道他无愧于心。 最后的时候主持人也话中有话地说了一句,你凭借自己的本事赚钱养家,保护家人,然后做自己想承担的事,希望这个坚强的女生未来能得到幸福吧。